女孩子、婦女最喜歡的 美容 美容 因為它加進去 這次不掉頭髮 很多女士跟我像我長掉頭髮 剛剛比我頭髮很濃密耶 沒有 有加了這個奇異果嘛 是維繫的作用 保持天天有四次大便 膽固人居然就好掉了 加油方 讓你健康 恩赤方 大家好 我是雅芳 最近感冒的人越來越多 有時候苦苦掃 掃到 聽到人聽到 你的聲音就怕了 自己也掃到肺都要掉出來了 我們以前有一句話說 醫生怕抵掃 然後中後腮 怕主導對不對 是 還有一個就是 腹筋腮的走 腹筋腮的走 走 今天呢 我們要來抵掃 我們去找我們的肺梗 那我們今天為大家邀請到這位專家 頭髮的阿成看到他說 怕了 真的 怎麼看不出來 怎麼看不出來對不對 很年輕 大佩是誰人 好 趕快來歡迎是我們自然醫學 吳詠智博士 歡迎博士 博士來 大家都很期待 又很高興 因為他全球飛來飛去 他只要回到台灣 我就趕快把他請來 因為觀眾很愛他 而且你看他的皮膚 他的那個外型 你看看起來已經八十歲了 看不出來 而且我們剛剛講 他的皮膚比他旁邊那一位醫師 還是什麼人 吳詠智 陳波陳醫師 大家好 醫師好 陳醫師也是新男 跟今天交給他比下去 對 實在是很夠保養 接著歡迎我們這兩位好朋友 佩君 歡迎 大家好 好 歡迎 阿晨 大家好 我是阿晨 好 講到這個掃 最近大家看到這個新聞很恐怖 說這個掃到底是冰箱是感冒 還是說是肺 好像是纖維化 像菜櫃薄 這樣 等一下他先來跟他說一下 但是我今天跟大家再次介紹一下 我們的吳博士 有多厲害 吳博士呢 博士三十 博士三十歲的時候是肺癌三期 肺癌三期 三期 可是 對 您說 可是開了刀以後 轉移了 實際是四期 四期 更嚴重 因為大家說是 癌症轉移的時候就比較麻煩 對 那時候呢 你在手柱台上面 後來就是不要開了 就把它縫起來了 對 就不開了 是 是這樣 在牽制 要牽制 牽制 牽制的時候呢 神將我講說 有個性意外講說 要 要分入一句話 那我說我跟 跟 他也是同學嘛 對 我跟他講說 這開刀的時候 如果萬一看到 是有轉移的現象 合回起來 不要硬開的話 這句話 這是手術前的統一書 已經先交代好 說萬一如果是轉移 沒辦法手術處理的話 就不要切 手腳忙碌 那就 因為要做麻醉了 要麻醉了 所以 已經轉移 轉移 但是醫生就按照你之前的吩咐 就是說 就把它縫起來 就不要開了 對 那時候醫生可能認為 你大概只有剩下幾個月的生命嘛 對不對 那後來博士呢 就改 改用生肌飲食跟自然療法 所以癌症 康復了對不對 應該是控制住 而且現在越活越健康耶 你看 他放棄了西醫所學 然後專研自然醫學跟營養學領域 獲得美國自然醫學 營養學跟另類醫學的博士 是啊 所以你知道 八十歲 不容易耶 如果頭髮是黑色的話 我覺得說 說是我哥哥都不為過 對啊 那你要保養 你不要保養 你不要保養 說得保養 觀眾朋友你會好好保養 婚可能不要夾 不要夾 真的 現在也去嫁了 對啊 我一包要花一十塊 對 所以啦 我們給他戒掉一下 不過我們講這個 應該講什麼菜瓜不廢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菜瓜不廢 它是在我們的影像學上面 看起來就有點像我們所說的 我手上拿這個菜瓜布一樣 一絲一絲的 比較屬於那個纖維這樣子的 所以要看這個剖面 對 所以你看到這個剖面 這樣一絲一絲的感覺 這樣出來對不對 是 電腦斷層上面你看這樣 一絲一絲 有點像那個 這裡白白的一點一點這樣 有點像蜂窩 又有點像那個 這個布菜瓜布這樣子 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所謂的 俗稱的菜瓜布肺 那這邊是我們電腦斷層 正常會看出來的肺部 應該長得像這樣 正常是左邊 上面這個是正常 但這個是異常的 下面這個也是異常 那它其實告訴我們什麼 它是一個慢性的一個 發炎完之後 所導致的纖維化 纖維化就像這樣變得 粗粗硬硬的這個感覺 就是纖維化的情況 那原因有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呢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這個俗稱叫做菜瓜布肺的話 是一種特異性的肺纖維化的一個症狀 是 而且你看它說 這個甚至有時候會比癌症還狠 非常的猛 如果你看它左肺右肺都這樣佈滿的話 對 那可能生命真的受到很大的那個考驗 上面還寫說 存活體會不到一年 這也太誇張了 不過這我講 所以在這個特別的情況之下說 肺特異性的纖維化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在英文它其實是不明原因的纖維化 肺部纖維化 那這個部分它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當它變成纖維化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做它該做的工作 我們肺部本來是要幫我們的氧氣 帶到我們身體裡面去嘛 對不對 可是它變成這樣子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做氣體交換 你覺得它可能會喘 會一直咳嗽 你看它說咳嗽超過八祖去咬 怎麼變成這樣 而且最怕的就是這個咳嗽越久的問題 對 我們看一下 因為我們咳嗽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那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跟我們肺部一點關係都沒有 第一名的咳嗽其實是鼻涕倒流 是鼻子的問題 第二名的問題是什麼 胃食道逆流 對 你看一下 它說菜瓜部費高危險 抽菸 為什麼一直叫大家戒菸 那抽菸引起的疾病是非常多的 對 胃食道逆流 你沒有嗎 還可以 可以 但是鼻涕倒流有曾經 是 對 鼻涕一直流一直流 所以鼻涕倒流 胃食道逆流就是我們所慢性肺部咳嗽的 前一跟二 所以第三名才跟肺部有關係 所以在這個裡面你才會看到說 胃食道逆流怎麼會是在這裡面 為什麼呢 因為胃的部分的胃酸 如果它跑到肺部裡面去 我們叫吸入性肺炎 嗆進去的時候 你知道酸碰到肺部 它一定會灼傷它 身體就會出現一些纖維化發炎的問題出現 所以這個部分 因此它一個高危險的一個原因之一 是 對 要注意一下 病毒感染家族史這都有 沒錯 注意一下 那就是要顧好我們的肺 還有這個支氣管 沒錯 謝謝陳醫師的提醒跟大家說明 那我們要請教博士 博士 咳嗽 如果就你的角度來看 什麼樣咳嗽 就一定要趕快去看醫生了呢 這個 以我這個四十幾年的臨床經驗 就是反噬咳嗽超過了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 已經 醫生也開了咳嗽藥了 不好 那麼我這個時候我就叫他一定要 我們既然療法學家 要找出他的琴 對 那所以我會接到他的最重要的咳嗽 因為好多的咳嗽人 就是吃這幾樣東西來的 什麼東西 那你要先接掉了不能吃 然後再清理已經吃了出來 這是我的療法方法 那麼說第一呢 香蕉 香蕉喔 香蕉為什麼不行 第二是梨 梨子 梨子 然後西瓜 黑梨瓜 天瓜 梨瓜 都是瓜 還有豆漿 豆腐 豆腐發 你要先接掉這些東西 只要你有咳嗽有其中的一樣 有咳嗽的時候不要吃這個是不是 對 對 就是你已經有咳嗽了 你看了西醫 或者是中醫師喝了幾顆藥了 一個星期都不好 可是你酷酷少的時候 剛剛博士講的香蕉 香蕉 梨 瓜 西瓜 西瓜 黑瓜 甜瓜 甜瓜 豆漿 豆漿 豆腐 就是因為這些都會太寒 影響了肺的功能不好 那我先接掉了這些東西以後 那我才清肺 然後再補肺 清 先清 對不對 可是 清就將你以前吃錯的東西清出來 那要這麼剛才講的那些 就是不要在家 不應該吃的 然後將以前吃錯的清出來 用這個清肺湯 羅漢果湯 清肺湯羅漢果湯 對 那麼這個羅漢果呢 那如果你去看周醫師呢 他會說 你伸頭給我看看 白色 那是白色 羅漢果不可以 羅漢果只是給熱給熱的 那可是 那可是 可是我們天然療法裡面呢 我們是 總之你是清肺的 那你是如果是寒的 我們會跟你加薑跟黑胡椒 去寒 那如果你是熱的 還是要加薑跟黑胡椒 是很寒的 所以我們兩樣都要加 如果加了 這個 這個 後天的氣嘛 對 所以我們還要加這個北芹 我們叫黃芹 有北芹 這樣子好想喝喔 所以就羅漢果 加北芹 加北芹 加薑加蒜 還要加蒜喔 不 加薑加黑胡椒 黑胡椒 黑胡椒 不錯的樣子 對 然後加好水進去 那你煮成湯 煮成茶來喝 對 所以這是算是清肺的 還是保養 清肺的 清肺 因為這個羅漢果本身 就是它有一個很甜是嗎 對 很甜 這個甜不是糖 它是蘇比丹 蘇比丹是三泥醇 三泥醇 三泥醇 那這個三泥醇呢 是你一天喝一杯沒問題 你喝上三杯四杯的呢 睡肚子 太涼了 太涼了 那我們呢 這個天人療法 跟中醫師也是一樣 就是肺熟筋 就是熟筋 腸也是熟筋 所以你大腸醫好 這個也好 然後很多磕瘦的人呢 你問他呢 他是便秘的 腸胃不好 所以有加一點 比較寒一點點 羅漢果是OK的 觀眾朋友 我們博士大家一到 清肺飲 而且也滿方便的 好喝 要好喝 上班族也好喝 他說好 因為我加胡椒味下去 黑胡椒加起來味道 怎麼樣 好 那麼等一下呢 博士還會跟大家分享 他平常有喝很多的果汁 剛剛早上 一大早來上我們的節目的時候 他八點就來到我們公司 那我就說 博士 您吃早餐了嗎 那他的那個工作人員就說 博士從來不吃早餐 為什麼他吃什麼呢 還有他身上有很多的寶物 等一下我們來挖寶 好 觀眾朋友 今天我們用自然醫學方式 來挖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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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是 來幫助我們 我們佩君 好像那樣也是有時候會哭哭掃 對 孩子比較容易 小朋友比較容易 小朋友 小朋友比較容易 那個氣管發炎 或者是咳嗽什麼感冒 過敏 從氣管開始 就是鼻子 不然就是那個呼吸道 所以呢 我其實找了很多的 所以我有一瓶特效的 所以用琵琶糕的對 對 不是一般的喔 是特效的 對 這個是 譬如說你已經病了以後 然後你就是沖溫水給它喝 但是我其實平常 我有就是一些那個中藥飲 中藥飲 就是夠氣更的中藥飲 對 然後平常就是弄一些那個 那個茶湯給他們喝 所以這個平常不是保養的 對 這是要用的 OK 不是琵琶糕怎麼樣呢 琵琶糕可以吃 可是這種還是治標 你這邊吃葡萄糕 你明天又去吃西瓜 香蕉 還是一波好的 對 剛剛聽博士講的 就是發病的時候 該不能吃的都不能吃 都要趕快先停下來 就戒掉 戒掉先暫時戒一下 那才清肺 才清肺 對 清肺這個大家都知道了嘛 就用蘿腕果配其他的 你好 清肺了以後才補肺 清肺的時候再補肺 補肺了以後才保健 對 等一下跟紮翔果是怎麼樣補肺 清肺之後補肺的保養我們的肺部 保健啊 因為我姐姐自己本身有在研究一些精油 你知道嗎 所以你是用精油 對 就是這種 因為它這種都是純天然的 就是真的是比較好的精油 所以我常常就是只要 那都是我哪裡 其實像它有很多 它超級複雜的 我每次都要看那個小抄你知道嗎 譬如說 可能我不舒服的時候 我就會先擦個椰子油 然後再擦個 椰子油擦這裡 椰子油可以擦這裡 它是精油的 也可以 也可以 還是它有月桂酸可以消毒是這樣嗎 我不曉得是不是 沒有 因為它有很多種功能 然後它有很多種成分 像如果喉嚨比較不舒服的話 就擦椰子油 然後還有一種叫輕輕順暢的 薄荷 沒有 輕輕順暢 然後再抹薄荷的 它分得非常非常的細 可是在精油裡面像那個油加利 或者是像你要用的那個茶素精油 茶素精油 這兩個其實針對呼吸道也相對比較有幫忙 有 有 這邊還有茶素的 對 茶素跟油加利 這兩個是比較多人在使用 對 然後還有譬如說 其實茶素有時候 你有痘痘有沒有抹一點點 會很快消 對 這還有消炎的 消炎是茶素 茶素精油 對 但是品質一定是要好的 跟純的 對 這都是好的 然後像平常譬如說 譬如說我姐都會常常叫我抹這個保衛 譬如說你可以抹在腳底 然後我都會抽一抽之後 它就會增加你的免疫力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點一滴 然後你把它抹一抹 然後你聞一下 聞香 對 其實可以沾在衣服上面也不錯 好香喔 他抹一抹的時候你聞起來會很舒服 這樣是那個油加利喔還是什麼 不是 這不是油加利 聞聞就很舒服了 因為我最近我沒有那麼了解 對 這有點肉桂肉桂香的感覺 醒腦了醒腦了 聞的時候會舒服 然後是會微微涼癢 我怎麼覺得有巴辣的味道 你到底給了我們什麼東西 我身體上 對 我身體上也是不甜 但就法寶 等一下看 博士也有法寶 博士也有法寶 博士也有很多的法寶 那我也給大家聞一下 比較這個味道 也可以 好… 博士先把它的法寶 偷偷拿不一樣給我們看 好… 跟我們分享了 好… 可以試試看 這個又不一樣耶 味道又不一樣了 好… 大家來分享 來分享一下 這個有點有加力的味道 好… 這個也… 這個也是… 也是一樣 大力的茶茶 茶茶以後拿來蓋緊 蓋緊鼻子 身體五六次 腰上心 好舒服喔 不要打開… 鼻子都通了 不打開… 整個頭腦清漆耶 不打開… 不打開的 進到那個鼻子裡面就是 對啊 這個鼻子都… 這個是鼻塞可能有那個 會有通暢的那個效果 對 整個鼻子就… 整個就… 打開了 不是…不是鼻子而已 有整個心 腦都清過來了 而且… 你看 這個氣管還在打通的 對… 這個紋的都很舒服 我跟你講 可是這個精油 它是因為純天然的 比較貴對不對 沒有… 重點不是貴 重點不是貴 不會問到價錢的 重點是功能 其實它可以直接滴來喝 就比如說我這個喉嚨 太不舒服的話 我就會直接滴 一滴那個保味 然後在喉嚨裡面這樣 真的品質要好一點 拜託大家 一定要拿好的品質 不要隨便亂用 對… 觀眾朋友在市面上 精油飽飽酒 對… 有的只能夠外用 對… 會噴噴的空氣清淨 對… 但是要喝進去 還是要很小心 品質一定要很好的 不然你還是要砸下去燒到 對… 還是要買對 對… 因為阿成是有常在用 你知道它是這個 夠益更的小法寶 等一下我們博士 還有很多寶 要跟大家分享 不過趕快請博士 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剛剛是清費嘛 好 清完費之後呢 我們就要請博士 來幫我們購一購 好 有請博士 這裡面有 甜菜根 胡蘿蔔 白玉米 洋蔥 番茄 火龍果 枸杞 對… 那這些東西呢 都有它的國製的治療作用 這個就是清洗補血解毒 那麼… 紅蘿蔔… 紅蘿蔔… 紅蘿蔔就是補肺的良藥 加強免疫系統的 那麼也… 也對臉精很好的補養品 還有這個是殺菌 將肥裡面… 這是洋蔥 洋蔥 擺洋蔥 對… 擺飾的洋蔥 將虛菌裡面… 肥裡面有菌啊 所以病毒… 灑掉它 那麼這個給我們的肥有精力 所以… 玉米耶 玉米是… 所以早上呢 好像你可以吃豬的時候 你可以加玉米一起去煮啊 你去有精力 好強喔 玉米在南美洲是主食 主食 對 而且它其實除了 我們一般的那個澱粉裡面以外 它其實有很多抗氧化物質在裡面 是 所以要用白… 這是有點偏白 白黃… 白黃就可以是… 所以要比較白色的 白色是補肺 白色… 反之白色是對肺好 那黃色就不行 對肺好 好 所以這個… 也是有白的 這個也是用白的 不用紅的 所以是白的 好 再來 還有… 那麼肺… 因為我們的肺… 腹性的氧氣啊 就要管系 就送到心上面了 所以這個要打通肺心的那個管道 OK 還有這個是給你這個加強免疫系統 它很甜 可是這個不是糖 這個是多元劑糖 這個是女孩子 是婦女最喜歡的美容 美容 美容 給它加進去 對… 這個呢… 我每天呢… 大概這樣多… 每天天都有吃這樣多的份量 每天… 那生的 其實是解密的其中一個原因 真的 這不只女生需要 男生也需要 有這麼多嗎 一定要… 不多 有時候比這個還多 這個大概平常是這樣多 不是… 大手不會上火嗎 不上火 不會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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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而且最重要呢 吃了不掉頭髮 很多理事跟我像我常常掉頭髮 不掉頭髮 剛剛比我頭髮很濃密 對啊… 什麼掉頭髮就比我 那我年紀大當年也會 我說你沒有布好的話 你頭髮就會掉 對啊… 唐多陳醫師不是說你欠保養 對啊… 要提早… 總不能比我自己啊 照比你 好… 好… 那還有呢 通常呢 我們還會加到一些… 薑 薑要去含嘛 薑 幫助行血 然後還要加 這個是什麼 蜂花粉 蜂花粉耶 蜂花粉 有…好像敏感的人 就是因為… 因為就發粉的問題嘛 對… 那不然這個就是 HOMEOPATH的理論 就是你用吃進去的方法去… 鮮藥法 對 吃進去之後幫你減敏 這個杏仁嗎 是這個杏仁還是另外 這個可以嗎 這是美國的杏仁 美國的杏仁就可以了 對…美國的杏仁 好… 我剛剛講說你要不要吃早餐 你說你都沒有吃早餐嗎 對… 我那早餐都吃什麼 Ju… Ju… 這很豐盛的 沾夠豐盛 而且他沾這樣就很夠啊 跟我講是說 他吃進去營養 那個身體就告訴我 哇…我好營養喔 就營養都進來 他覺得就是一個打底的那個概念 對不對 這個下去就更加了 而且博士的食材裡面的 抗氧化成分都非常非常高 尤其它那個洋蔥這個流化物 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那流化物我們都知道 在身體裡面 就可以幫我們做一個 抑菌跟殺菌的動作 是 對啊 所以這就是在顧手機 人家說手機 如果顧不知道就不怕 手要做好台灣 對不對 手機啦 你說手機 手機啦 手機啦 對 手機 手機 如果這個硬的 好 硬的 對 比較硬的 白玉米 白玉米對不對 還有胡蘿蔔 胡蘿蔔 洋蔥 所以博士那個洋蔥這樣 等一下味道會不會很重啊 通常呢 洋蔥呢 我只是加少少萬一 如果你是不是在這種 周圍都有人感冒的人呢 你可以放少一點 或者不放 不放 OK 如果是感冒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就對了 對… 周圍有感冒你沒有感冒 好 你就不要用手機 李康麗比較起來 不是這些都是生的 都沒有燙過耶 全部生 全部生 對啊 OK 但是有時候生的是真的來得比較好 因為它的營養分比較不會被破壞 對 不會因為加熱之後 可是其實你在打的過程中 溫度也會稍微高一點點 對 杏仁一定要放杏仁下去嘛 這個也是顧費的嘛 對 而且杏仁的 杏仁有 不是可以全部下去嗎 一起下去 全部加進去 像這樣的話 算是一天一個人的份嗎 這個要多少 六杯 一天要喝六杯 六杯 如果你是已經有問題的 那雖然是保健 可是有問題的 人家周圍都有問題 你還沒有六杯 就當作你有病 來擋住它 OK 保健就三杯 四杯就可以了 六杯大概多少CC 差不多多少CC 大概你家一千左右 大概一半的時候 它就六杯了 好 一半就六杯了 不是你這個水都會用什麼 能量水嗎 還是一般的水就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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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就好了 一半就好了 會不會太多了 OK 沒問題 那個是很方便的 好 大概是兩分半的時間 好 我們的顏色 是微溫的 微溫的 有一點溫耶 所以 所以你喝起來 是微溫的 大概差不多三四十度左右的溫度 原來是這樣 好漂亮的顏色 還有我在想問一下 剛剛在食材裡面 有那個玉米 有說要白色的 但是博士在書上曾經講過說 玉米幾樣選白的 因為黃的比較有那個基改 基改的問題是嗎 對 也不是 看如果你要對眼睛特別好的 對 那當然是黃色比好 那我們現在是肺的 所以用白色 原來是 因為我想說 美國應該很多都是基改的吧 那不是因為這樣的問題 要注意一下 玉米還有一個神奇的功效 除了真的你的精力 還有它的這個軟鈴質很高 軟鈴質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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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這樣 就脂肪肝 對脂肪肝很好 那它還有這個一定 一定的就是生長素 生長素 生長素 那小孩子在長大的時候 你怕他不長大的時候 對… 多吃這些東西 長大人的時候 不用吃長大人的 你看大廚裡這麼紅 這麼漂亮 漂亮 好漂亮喔 剛剛才跟阿信講說 好喝耶 很好喝耶 很有糖味什麼甜甜的 有啊 狗雞子 狗雞子 對 狗雞子的那個 而且它蔬菜都有甜味 像火龍果啦 甜菜根 甜菜根 那個火龍果 火龍果 對 好喝耶 火龍果的燥氣味沒有啊 沒有 沒有那個味道 因為本來會怕那個火龍果 不是那個啦 洋蔥的味道也沒有 甜菜根的燥氣味的 也沒有 對 好喝耶 而且是真的會有飽足感的耶 對啊 因為它裡面的那個成分非常非常多 所以喝下去是很豐富的 那這裡呢 如果呢 我們以植物生化素來算呢 那每… 對不對 就是一種植物生化素 就能夠治好一種病 那麼我們單單紅蘿蔔裡面呢 就幾百種的植物生化素 哇 那麼所以它就一這樣就這樣 那整個這裡呢 就上千的 多過一千兩千的這個植物生化素 所以就加強免疫系統 博士我想請教一下 那這個我們打完一次喝250CC嘛 對不對 對 總共六杯一天喝六杯 那要冰嗎 要不要冰 為什麼要冰呢 怕氧化掉啊 所以要冰起來啊 需要多少打多少就好了 打完把它喝完 因為我想上班族啊 就打一股這樣冰著啊 這天下也像人家 賣個滷汁有沒有 那個滷汁 對… 我是想說問一下 給大家另外一個選擇 要不然就冰著就… 尤其對肺方面 更不一樣過分冰箱 因為我們不能喝冰的嘛 不能喝冰的 OK 好 那希望大家的氣候都健康 那這個也可以當早餐 那全家大小都適合喝對不對 大小就可喝 好 我們先進廣告 如果家裡面有氣喘對不對 還有 氣候比較不好對不對 等一下博士還有一道 很棒的果汁對不對 健康果汁要跟你分享喔 好 今天很高興這一次邀請到自然醫學 吳詠智博士 博士有好書要送給大家 所以觀眾朋友很看 要跟你請教的是 吳詠智博士等一下他會秀他的 隨身攜帶的三樣小法寶喔 您知道是什麼嗎 趕快上我們FB去搶答 把答案寫在FB上面 然後分享出去 我們就要送給你吳博士這本好書 不管送給你家人親朋友送給你老闆 也很棒喔 這是夠身體 而且救命的方法或保養的方法 就從這一杯果汁開始 好 接著我們要請吳博士 再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接著這一個果汁飲是針對 有時候小朋友過敏 還有氣喘的時候 是滿適合喝這一道對不對 好 不是我們來看看 這個好像莓果這個就比較 莓果類比較多囉 對 是水果比較多囉 是 好 因為 尤其這次氣喘 因為這個起果 起果 青澀的 吃下去 它會使到我們的氣管 或者消化系統 都會產生很多的黏點 黏點 那麼防腐它的乾燥就會刺激 就是有一個保護膜的一面 保護膜的一面 好 所以可以現在軟的先放嘛 對 先放起果 好 那麼這個起果呢 對 它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是白的水果沒有的 就是有一個PPQ PPQ這個植物生化素啊 就是用我們身體上的 所謂科素啊 就是這個肺裡面的這個細胞啊 這個發電腸 我們叫先立體啦 發電腸 那麼很多的不發電 不發電 那變成沒有武器 那麼說拼命 它要說要科素 希望你能夠給它多點氧氣 養活起來嘛 所以要 這個PPQ呢 它這個起果裡面呢 它有天然的這個PPQ 會將這個已經壞掉的電化廠 修理好 然後還會增加發電廠 生理體 所以我每天呢 都吃四個到六個 那你都會加連皮嗎 還是皮會小 皮啊 皮 這個要挑 要削皮 因為我雖然 我書上是說 盡量能皮 紙都流起來 對 可是呢 神也叫我們要滋味的吃 皮 他說皮上面有毛嘛 對 神叫做不要吃 綠色的有毛 黃色的就沒有 黃色就沒有 那如果要和皮的話 就吃黃色的奇異果 那奇異果的維生素C也非常的高 對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黃龍果又來了 這也是白色的嘛 對 好 然後就還有剛剛講的番茄嘛 它的營養效 那為什麼在這一道裡面 要加那個藍莓呢 為什麼要加藍莓 因為當然我們課受很多的時候呢 我們上到陽氣 陽氣就是腎 上到腎 我們是一課受的時候呢 我們上到腎 而腎就是陽氣之本 那麼所以我們要補鹽氣 對 那麼所以這個 那鹽氣好的時候呢 臉就明 然後這個也補臉 也補臉精 對 補臉精 藍莓也補臉精 藍莓也是一個抗氧化密度最高的水果之一 也是我們深色水果裡面的一個代表 所以紫色黑色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沒有藍莓 我們可以用什麼取代嗎 沒有藍莓 如果沒有藍莓就可以不用啊 沒問題 也不用沒關係 可以不用 或者是台灣有傷症的時候可以用 這個多多少少沒問題 好 葡萄可以嗎 整個整套有的 就吃啊 葡萄可能糖分會太高吧 這個藍莓可以用葡萄代替嗎 可以嗎 紫葡萄 紫葡萄 葡萄要有紫的葡萄 紫色的啦 要有紫 不 要有紫的 裡面有紫的 裡面有紫的 要有紫的 不留糖分過高 好 甜菜羹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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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胡蘿蔔 甜菜羹其實在台灣現在幾乎很多 很容易買的 很容易買的 對 博士前幾年在推廣的時候 好像那時候甜菜羹沒有那麼 對 那今天沒有巴西利 反而是用什麼 香菜嗎 為什麼在這一道裡面要放香菜 因為這個香菜本身就有殺菌的作用 它還可以吸附重金屬 還有氣重金屬 菌啊 病毒就靠重金屬來活 然後這個呢 創掉基金屬 它又能殺菌 但是很多人其實不喜歡吃香菜 也不喜歡它那個味道 那可以換什麼嗎 是 你不喜歡吃嗎 沒有 有些我超喜歡的 可是我周邊滿多人 是真的不太想吃 九層塔 好像不行 尤其這個巴西里 對 巴西里 味道性不好 可是它就是跟這個櫃果一樣 有這個PQQ 只有幾樣不出五樣 有這個PQQ 可是等一下打進去之後就好喝了 好喝就好喝 對 好喝 因為這個食材都是原水文化的工作人員 幫我們打點的 那他們講如果你要好一點 就水果多一點 或莓果類多一點 那個味道又不一樣 那博士這個 紅花粉要進來對不對 對 因為這也是 紅花粉 還有這 所以這為什麼要放亞麻籽 亞麻籽是Omega 3的關係 Omega 3要進來 給氣管就是有這樣的油油 好 這個是枸杞子 枸杞 對 枸杞也來 甜味跟枸杞子來接一下也不錯 好 還有這個是什麼 黑胡椒 黑胡椒 那這裡呢 我們是放小小的 因為它已經可受怕它不好 而且它量不要多 你看 可是可以有少量慢慢加 我呢 加 那我呢 因為平常手腳都冰冷 因為我的肺比較弱嘛 是 那我現在就每次都加40粒 那現在的手腳 多溫了 多溫了 也是一半嗎 可以高一點 可以高一點 因為剛才看得很濃 這裡嗎 好 再多一點 剛剛 剛剛的那個很濃 濃稠 好 濃稠 可以了 好 因為剛才看得到很濃稠 對 濃稠 對 這個好像每個顏色 超亮的 這個每個顏色都有耶 好 來囉 好 那這樣我們就共用五代六度 又是紅色的 這過年都很適合拿出來喝耶 好 有溫度了 大概三、四十度 所以是溫的 有溫就可以了 對 只要不要超過六十度的話 很多營養素就不會被破壞 好 所以氣氛不好 不能喝冰的 冷的嘛 不要喝溫的 溫的 我剛剛想到其實藍莓現在 有冷凍的啊 有啊 對不對 有幾天好像都現在 也沒有普遍可以買得到 可以買得到 我剛剛在打的過程 我還問了一個 可能大家也想知道的 什麼 如果像那個壞膽固醇 高的話 這裡可以降三高嗎 對 也可以 不是說可以耶 這個能夠降膽固醇 因為這道裡面 有加了這個奇果嘛 對 是有微塞的作用 那膽固醇呢 就是保持天天有四次大便 膽固醇居然就好掉 博士的飲料都非常的高鮮 所以其實如果你平時 纖維只吃得不夠的人 都可以多喝 你看這樣比較紅了 偏紫色 對 偏紫色了 對 偏紫色了 所以說我們三餐真的要均衡 一定要蔬果 都要吃到 除了肉 澱粉那些 你看這個飲料 它是每個顏色都有 就符合我們的彩色 對啊 對啊 我們的彩虹飲食 裡面的那個 所有的藥件都在裡面 不是說你都不吃飯嗎 不吃麵包這些嗎 不吃肉嗎 我都不吃 它這裡面的 我書上有寫一個星期一 有吃一次 可是要沒有打針的 我確定沒有打針 如果打針 吃食量我不吃了 那你都不吃什麼 饅頭那些都不吃喔 包子也不吃喔 麵粉類都不吃 麵粉類都不吃喔 總之這次是人造 人造的我就盡量少吃 那如果你想吃也可以 是 那麼男士呢 如果天天吃 也一定要吃一次的粉製品 就是麵包饅頭這些東西 對 前列腺就會腫大 那女士呢 女士呢 就會子宮長肌瘤 那博士你都沒有吃過 偶爾吃一下那個雞排什麼那種 都沒有嗎 雞排啊 雞排炸雞排 炸的那個雞排啊 炸的那個雞排啊 炸的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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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喝起來的味道 比剛剛那個好喝對不對 甜甜的 好甜喔 非常非常甜 我覺得有一個酸酸的味道 剛剛那個也很好啦 對 都很棒 其實它香菜的味道沒有很重耶 可是好香 剛好就是畫龍點睛 就是那種擠味 對 味道剛好擠起來這樣子 所以這個也是一天 大概一天六杯嘛 對不對 就是希望能夠幫助大家改善過敏跟氣喘 那博士說呢 你看第一他沒有吃早餐 他都喝這些有營養的東西 你看他也不吃澱粉 那他平常又怎麼保養呢 他的口袋裡面很多的小法寶喔 又講珍打就在裡面喔 別走開 等一下說是您 台灣大家咖啡越喝越多 那其實咖啡不是只有這個休閒用品 它事實上它是可以 對健康有很大的幫忙 最主要的研究在 比如說它可以保護肝臟 預防肝硬化跟肝癌 而且這個大概有幾百篇的研究 文進來支持 那它也可以 預防失失症跟膽結石的部分 那至於很少 一部分的人擔心說 因為膽固醇過高 他喝咖啡會不會讓膽固醇更高呢 那你可以用一個濾紙 把咖啡白醇濾掉 這個咖啡就不會引起你的膽固醇過高 不過很多人因為喝咖啡會失眠 會心悸 那我會建議說大家喝咖啡 最好在下午四點鐘之前喝完 而且一天不要超過四杯 超過四杯之後 不但容易造成這個心悸的問題 也被報告說會增加 所謂的膀胱癌的機會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一到四杯 越多杯保護肝臟的效果越好 可是超過四杯之後 可能就會帶來一些副作用 六杯 六杯 讓你介紹恩士風 好喝嗎 好喝 好喝 感覺神清氣爽 觀眾朋友 我們今天有好說送也是 吳詠智博士的 《不一樣的自然養生法》 這本書其實幫助很多人 也救了很多人 這邊也是很多的 I-O 他們也參考自然醫學的方法 但是我想說 你有生病的話 還是要看一下醫生 對 好那觀眾朋友 等一下你知道這個答案之後 把它寫在FB 要貼三個朋友分享出去 我們隨機抽樣 就送給你這本好書 那題目是 吳博士隨身攜帶哪三樣小法寶 很簡單 不過在這裡我有一個問題要問 博士 我們都知道喝這個果汁很好 就想說上班族 早上上班都來不及了 對啊 都準備起來很麻煩 這第一個 然後就說口袋要不要很深 因為現在蔬果比我們一個便當還要貴 南美就好貴 對啊 實際上我們要知道一個理 一個生命比錢還重要 是 其實錢還重要 所以我的生命是死回來的 所以我看錢很淡 哪一樣是蹲身體好的 我能夠確定 不是說這個人家說好 我會先試一下 花錢試一下 第一次好 那好了 我才會介紹給我的病人 各個讀者 那如果我吃得不好 人家不好 我都不會介紹 好像亞麻油 亞麻籽很好 亞麻籽油不好 所以要吃紙 提煉的 提煉的 對 那怎麼樣呢 亞麻 亞麻籽是整體的 因為它的外殼 植物生發素 是在外殼 就是完整的一顆種子 外殼 全殼 裡面就是油而已 OK 那個油而已 而這個油 理性的油比較多 理性有油 那藍色如果有前列腎腫大的 吃這個的東西 就幫助它腫大 就是他們的荷椰蒙 刺激它幫助腫大 所以藍色方面 我說你前列腫腫大 不能吃 亞麻籽油 不能吃亞麻籽 OK 那剛才我們有放亞麻籽怎麼辦 不 亞麻籽可以吃 可是亞麻籽油 因為它外面的植物生發素 已經跟它擋住了 對 所以不能用亞麻籽油 可能吃亞麻籽這樣 所以沒有加工過的 天然食物的全食概念的話 它可能可以 毒素相對少一點 但是你加工過後 體練過後 你可能會增加那個毒素 或者是傷害身體的元素 在裡面 那陳醫師你幫我們那個 建議一下 那蔬果都比 你可能會增加那個毒素 這蔬果都會比便當貴的話 怎麼 這很多人會想問的實際問題 這樣醫生有什麼看法 其實我們是本來就是 飲食上面就是均衡飲食 那這裡面它的確是一個均衡的 一個蔬菜的彩虹飲食觀念 對 可是它還是少了一些 比較特殊的像蛋白質 是 那蛋白質量 從部分的蔬菜水果裡面 你如果加一些黃豆類 豆類的話 它會增加一些蛋白質 只是說 在這個飲品裡面的話 它是一個在纖維質 是我們國人現在 目前最缺乏的營養素 對 排名第一名的地方 這個部分你每天都可以 攝取得到 如果你這樣子喝的話 抗氧化的情況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這些都是生的 而且抗氧化也沒被破壞掉 對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因為我們現在過量的蛋白質 可是我們自然療法裡面 自然療法裡面 是不只當多蛋白質 那麼我們的這些裡面的 蛋白質每一樣的水果都 它能夠成為一個型 都還是有就對了 都有蛋白質 因為吃過多了 因為我用驗食來證明 在這個蔬果汁裡面 加一些什麼堅果下去了 四個月再去驗這個腎 腎功能降了起碼10度 所以這個蛋白質不能多吃 不能太多 不能太多 其實這樣 像我們國人飲食都失衡 油脂攝取太多 對不對 或者是蛋白質過多 過多 那剛剛我們自己就衡量一下 你是不是把這邊的錢 減少一點點 然後這邊就蔬菜纖維 這邊多一點點 這樣會不會平衡一下 給大家吃 因為大家想說我口袋不夠深 其實我們把它調整一下 或許你就可以吃到真正的健康 對 蛋白質過多太多的話 身上會負擔 蛋白質過多的時候 大便就繁慢下來了 好 我們要看看 博士隨身的法寶 有什麼 各位朋友你猜對了嗎 好 我們來看看 博士隨身的法寶 吳佳麗 甘草跟精油 這三樣 我常常去旅行 對 我出去可能很健康 沒什麼問題 那麼在機上呢 忽然就有人打 起噴了起的時候 你也不能夠阻止人家 對 那麼外面 這個虛禁就到處跑了 對 你那時候會用什麼 我會就帶精油 這剛好 你家是有殺菌的作用是不是 這有殺菌的作用 那麼我們就這樣用來殺菌 那麼只要點一滴下去 點一滴下去 就把它叫我們這樣做 無骨 擦擦 擦擦 然後蓋緊 蓋緊壁脂 不放開 蓋緊 你身心五六次 身心五六次 好 來 給我抓一下 味道很濃耶 對啊 原來是這樣 所以博士這個精油 如果你自己也可以選 你自己喜歡的味道 對不對 是不是 這個精油是特別 特別我配也出來的 自己 幫助人家的 幫助人家的 好 那這個就 第一它不會油 那麼第二呢 它這個味道也不黏身 不黏 不會黏 對 再來呢 甘草 那麼有 甘草 那有時候人家咳嗽了要命 那你可以 我給你一個甘草 你吃 我們可以吃看看嗎 含著甘草 一般中藥行的那個甘草嗎 是不是 你可以含 含著 咬碎它 開始的時候咬碎它 咬碎它 不會 你含久了它會甜甜的味道 咬碎它 這個甘草是我們講是天然 天然內固醇 是不是 天然內固醇 它是含久了會有點甜甜的感覺 可以 可以咬碎它 咬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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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一片嗎還是怎樣 一天一片嗎 要吃幾片 有時候如果 我有時候有咳嗽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吃了整包 我喝太多了吧 沒問題 沒問題 總之你吃到不咳嗽為止 好吃 吃到不咳嗽為止 因為它是天然的類固醇 比較植物性的 你看 它的甜會是增加你的血糖 因為它的甜是降血糖的 所以糖尿病的人很好 可以吃甘草 還有黑胡椒粒 這個黑胡椒粒 咳嗽也是用黑胡椒 請問大家口袋嗎 還是有嗎 有 就這個 你看小小一顆 這有沒有特別選過還是什麼 什麼黑胡椒 市場上買的都可以嗎 我去市場買了 這樣買 這也是這樣吃嗎 這樣 好苦喔 不是我吃不下去了 這個苦就是殺菌 就是殺菌 要甜甜苦苦 因為啊 吃完這個再吃黑胡椒嗎 還是怎樣 沒有 為什麼呢 你看 有些人咳嗽 咳了很久了 對 咳嗽了很久了 對 那如果用這個呢 你就更加咳嗽 所以不能 刺激 所以只不要刺激 所以只要用這個 那麼你也不知道它咳多久 所以開始我都是給人家這個 讓我知道我沒有咳嗽 所以就可以吃黑胡椒 讓我就 只有咳一兩針 我就用黑胡椒 這樣 反正就可以參考一下 你如果是咳得比較嚴重的時候 就吃這個啦 那平常保養可以 那我重來是 吃三四粒咬碎它 你可 你可吃一粒也可以 你可吃一粒也可以 媽媽你怕辣的話 怕辣的話可以